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部未播鲜活的剧 杨子本身就有一定的驾驭剧的能力 在古装剧上它也有很多优势 它之前也有爆红的代表作 而这次杨子又合作了很多比较有爆红潜力的男艺人 所以这部剧一开拍就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相信大家也能收到很多信号 这部剧即将和大家见面了 在这部剧之前 已经陆续放出特辑和部分预告 近日 官博发布了一张海报 这张海报的主题是 这是一场盛大的婚礼 以前的一些古装剧 就算有大婚题材的海报 主角也应该只有男女主 或者男一号 男主好像有四个新郎要搭配 看到这张海报后 网友们也纷纷发问 杨子的新郎是谁 不得不说 这部剧的感情线还是值得期待的 张婉怡 谭剑刺 邓薇在拍摄过程中备受关注 制作组希望能够偷拍 但是因为这部剧的热度比较高 所以很多代拍都会尝试偷拍 那时候为了不被拍到 主演们每次拍戏前都是全副武装 从此次发布的海报来看 大家更加相信这部剧中的女主未来 会有很多感情线 这几年 CP已经成为大家追剧过程中 比较开心的经历 这部剧至少会有四组CP 这几年 杨子几乎每年都会给大家 呈现几部新作品 他的很多剧也是很火的 能够给同剧组的其他演员带火 所以这次的长相思 对于张婉怡、谭剑刺、邓薇等一众演员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目前的宣传预热情况来看 已经可以感受到这部剧的热度是真的高了 虽然还没有正式定档 但刚刚发布了一张宣传海报 就直接登上了娱乐人气榜 此前 由网友爆料 几位主演参加综艺节目 你好星期六路透社 很有可能是为了新剧的宣传 从节目中 大概就能看出剧中几位主演的关系 这段时间 关于杨子的讨论很多 不少网友认为他变了风格 杨子近段时间的动感造型和之前 确实有很大的反差 每个人都认为他已经改变了他的造型团队 从这几年电视剧的播出情况来看 大家也能发现一个问题 许多被公认为爆款的热门作品在正式播出后 观众的反馈都不是很好 相反 一些前期没有太多宣传 设置组也未必抱有太高期望的作品 反而成为了黑马 不知道这次长相思能不能打破这个规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